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的血管越来越不干净了,这和血管子用久了不注意会堵塞是一个道理,导致血管堵塞的罪魁祸首是脂肋,而甘油三脂是血液中含量最高的脂肋。 对,如果甘油三脂高了,就会遗留大量的脂质物在血管壁上,血管会变窄,久而久之会发生血管堵塞,甘油三脂升高,日积月累堵血管,甘油三脂升高,大部分都是饮食造成的,现在人为饮食质义变得高糖,高脂,高蛋固醇,食盐剩入量或多等,会使得甘油三脂不断升高。 只想一下,如果血管中不满了油脂,那血液就会逐渐变粘稠,油脂附着在血管壁上,时间久了越积越多,血管管枪自然也就会变债变小,血管完全毒死也是迟早的事。 那么甘油三脂多高会堵塞血管呢? 在正常情况下,甘油三脂应低于1.7毫模2每升,如果甘油三脂在益,7-2.3毫模2每升之间,表示边缘剩高。 如果处于2.3毫模2每升到5.6毫模2每升之间,则可以确定来高甘油三脂血症,正是调紧细血管堵塞。 若大于5.6毫模2每升,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,会加速血管堵塞,也容易发生极心理性炎,危及生命。 甘油三脂高于2.3毫模2每升,需要及时的降血质,越早把甘油三脂降下来,对身体的危害也就越小。 一种叶子是天然的酱汁药,常是通血管,把甘油三脂降下来,家中可常备,桑叶为什么能降甘油三脂? 桑叶的降甘油三脂的作用,取决于它所含的成分。 桑叶不含甘满胺基丁酸,黄铜类化客物,桑叶多糖等多种有效成分,具有很好的降低血液粘度,强化毛细血管,疏通血管和改善血液循环。 从而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脂,减缓动脉重量硬化。 此外,桑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,其中亚麻酸含量高达22%,99%,亚油酸含量达13.4%,能促进甘油三脂和胆固醇的排出。 降低血液中的血液含量,对心血管疾病极高血脂有很好的防止作用。 特别是消脆动脉重量硬化和操血栓,形成有极好的疗效。 桑叶怎么吃降甘油三脂的效果更好更明显。 桑叶虽然有降血脂的功效,但是不同的食用方法,其降血脂的效果也会不同。 瓶子里较为常见的是通过烹饪方法来使用,但其实这种方式,酵甘油三脂的效果并不明显。 为了更好地发挥桑叶中的有效成分,可以尝试经贵药略中,以桑叶为主要食材的降血脂食疗方。 桑叶搭配桥迈、枸杞、菊花、槐蜜、薛明子。 通过中药发酵制成桥迈桑叶发酵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